华航机师罢工 昨天交通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 部长林佳龙要求要有旅客滞留的赔偿方案 而华航也承诺团体旅客部分旅行社可以时报时销 而个人的部分预计一天将赔偿超过一百美金 华航机师罢工不少航班取消旅客权益受到影响 原本华航官网表明 罢工署航空公司无法控制至室游 无法提供赔偿 拨上午交通部二度紧急会议 部长林佳龙要求 华航提出旅客滞留费用的赔偿方案 华航会议上也承诺会负责 其实这次罢工的行动造成旅客的不便 但是因为这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 原则上是不在航空公司的责任范围 不过为了考虑大部分旅客他们所受到的不便 我们会进行个案的这个来检视 由于先前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 不满旅行社要先负担旅客在外的滞留费用 认为到时候无法求偿 旅行社变成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黄航承诺制外旅客 旅行团任何衍生费用才时报时销 个人部分将高于空服员罢工的一天赔偿100美元 详细部分将再公布 小博人表示上次华航空服员罢工 旅行社损失好几千万 这次既是罢工所造成的损失还无法统计 目前只能提醒各个旅行社将衍生的额外费用 减负单据留存 向华航积极求偿 也希望罢工行动能够尽快落幕 记者综合报道